其强与作恶 进途为大渊县正月 凡二年有其 县宗昭文章五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下缘和十二年丁有 公元八一七年春 正月 甲身 扁元滋为辅州次使 礼肃至唐州 君中成丧败之鱼 士族皆淡战 肃之之 有出亚者 肃未知曰 天子之肃柔诺 能忍耻 故使来俯寻耳曹 至于战功尽取 非无事也 众信而安之 肃亲行事 士族伤病者存续之 不是威严 或以君政不肃为严 肃曰 无非不知也 原上书专以恩惠怀贼 贼 亦之 文无智 必增贝 故无事之以不肃 彼必以吾为诺而泄惰 然后可吐也 怀惜人自以常败高 元二帅 轻肃名为肃威 遂不违背 浅延铁转运 副使成一都财富于江 怀 怀 回狐旅请上公主 有司祭其费近五百万民 时中原方用兵 故尚未知许 二月 新卯术 遣回狐摩尼僧等归国 命宗正少清李承使回狐寓意 以缓其期 礼肃谋习菜州 表请义兵 赵乙昭义 河中 夫房不齐二千给之 丁有 肃遣时将马少梁将食于其巡逻 欲无缘 既捉生于后丁世梁 宇战 秦之 世梁 元既萧降 常为东边患 众请哭其心 肃许之 继而照结之 世梁无巨色 肃曰 真丈夫也 命是其父 世梁乃自言 本非怀惜世 真缘中立安州 与吴氏战 为其所勤 自分死矣 吴氏是我而用之 我因吴氏而再生 故为吴氏父子竭力 昨日立屈 父为公所勤 亦分死矣 经功又生之 请尽死矣报得 素乃给其依附器械 蜀为桌生浆 己害 怀惜行迎奏客蔡周古阁驳成 丁世梁言于李肃曰 吴秀林雍三千之众 据闻成山 为贼左臂 官君不敢进者 有臣光恰为之谋主也 光恰勺勇而清 好自出战 请为公先秦光恰 则秀林自将以 雾身 适良秦光恰已归 厄月观察时里道谷引兵出木陵关 甲银 贾银 公申州 克其外郭 进攻紫城 城中守江夜出兵机之 道谷之众惊乱 死者慎重 道谷 高知子也 怀惜被兵数年 劫苍林已奉战时 民多无时 采林欠于逼鸟寿时之 义进 相帅归官君者前后五千余户 贼亦换其好粮食 不复进 耕 申 誓至行献已处之 未则献令 使之抚养 并致兵已未知 三月 以丑 礼宿自唐州喜屯宜阳山 西市美败于百香 拔淫而归 誓族死者千余人 乌臣 伍臣 伍臣 伍臣直攻明权 伍寅 王承宗潜兵二万入东光 断白桥路 成全不能欲 以众归苍州 吴秀林已闻成诈将于李肃 伍子 肃引兵至闻成西无礼 浅堂周次施礼进城将甲氏八千至城下 赵秀林 城中使时如雨 众部的前 进城海报 贼尾将 未可信也 肃曰 死待我至尔 及前至城下 秀林树兵投身马足下 肃辅其被未劳之 将其众三千人 秀林江里现有才永 肃更其名曰 忠义而用之 西迁妇女于唐州 入聚其城 于是唐 邓君弃赴阵 仍有欲战之志 贼中将者相继于道 随其所辨而致之 文有父母者 北肃薄浅之 曰 辱曹皆亡人 雾气亲戚 众皆赶气 观戚 君与怀西兵家 因水而君 诸君相顾望 五感度因水者 陈许兵马使王佩先引兵五千度凉水 俱要的围城 于是河阳 宣武 河东 魏伯等君相继皆渡 进碧衍城 丁亥 李光延拜怀西兵三万余衍城 走齐江张伯良 沙氏族十二三 吉丑 李肃浅山河石江董少兵等分兵宫珠山 齐日 少兵下马鞍山 拔路口诈 夏 四月 新卯 山河石江马少良下茶崖山 秦淮西江柳子也 无缘继 以蔡人董昌龄为衍城令 至其母杨氏 杨氏为昌龄曰 顺死贤于逆生 辱去逆而无死 乃孝子也 从逆而无生 世路无也 惠观君为清灵 绝衍城归路 衍城守江邓淮金谋于昌龄 昌龄劝之归国 淮金乃请降于礼 光延曰 成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 请宫来宫城 无举风求救 救兵志 宫逆机之 蔡兵必败 然后无将 则父母妻子庶眠以 光延从之 以为昌龄 淮金举成将 光延引兵入聚之 无缘继闻眼成不守 慎聚 石董仲志将罗军守回取 原济西发 亲近几守城 族归种之 以聚之 礼因山河石江归雅 田志荣下野卢成 秉申 石江岩氏荣下白狗 问港二山 问港二山 鬼卢 归雅 田志荣破西平 禀武 游义兵马使王义破楚城 五月 新有 李肃前柳子也 李 忠义习郎山 秦骑守江梁西果 六镇讨亡成宗者兵十余万 回环数千里 既武统帅 又相去运 七约南依 游氏立二年无功 千里溃运 牛驴死者十四五 刘总记得五强 引兵出境才无礼 刘屯不尽 月给渡之前十五万民 李逢吉吉朝氏多延一并立先取淮西 四淮西平 成其盛事 回取恒继 如石介尔 上游玉 酒乃从之 丙子 大河北行营 各使还镇 丁丑 李肃前方城镇 厄时李荣宗姬清洗城 拔之 肃美德降族 必轻隐问委屈 游氏 贼忠显意远近虚实尽之之 肃后代吴秀林 与之谋取菜 秀林曰 公欲取菜 非得理又不可 秀林无能为也 幼者 怀西其将 游永略 守兴桥山 长陵报官军 庚臣 幼帅氏足义卖于张柴村 塑造香于后使用成 戒之曰 而以三百其伏笔林中 幼使人摇置于前 若将焚其卖击者 幼素义官军 必轻其来逐之 而乃发其掩之 毕秦之 用成如颜而往 生秦又已归 将士已又向日多杀官军 争请杀之 肃不许 侍父 戴以克里 时肃欲习菜 而 更密其谋 独照又极理中义平人语 获至叶芬 他人莫得欲文 朱江孔又为辩 波剑素 素带又义后 世足义不悦 诸君日有谍称又为贼内应 且言的贼谋者俱言其事 素孔傍先达于上 己不及旧 乃持又弃曰 启天不欲凭此贼邪 何无二人相知之身 而不能胜众口也 因为众约 诸君既已又为宜 请令归死于天子 乃谢又诵经诗 先密表其状 且约 若杀又 则无以成功 肇事之 以孩肃 肃见之喜 执起首约 尔之得权 设计之灵也 乃属散兵马使 令配刀寻警 出入帐中 或语之童肃 密语不昧打鼠 有窃听于帐外者 但文又敢气声 十堂 隋崖队三千人 号六院兵马 皆山南东道之精锐也 素又已又为六院兵马使 旧军令 舍贼谍者图其家 素除其令 使后代之 别反以情告诉 素一知贼中虚实 已有 素遣兵攻朗山 怀西兵就之 官军不利 众皆畅恨恨 素读欢然曰 死无忌也 乃木敢死十三千人 号曰突将 朝夕自教习之 使常为行辈 欲以习菜 惠酒语 所在积 水 味果 润月 己亥 成义孩子江 怀 得公军前百八十五万名 建议大夫为寿兼太子试读 没以真善想太子 六月太子已邪血 上文之 丁卫 罢寿试读 寻出为前周刺史 寿 经诏人也 无缘寄见其下数判 兵是日促 六月 人须 上表谢罪 怨恕申自归 上前中始赐诏 须已不死 而为左右级大将董崇志所致 不得出 秋 七月 大水 或平第二帐 书 国子祭九孔魁为华周刺史 明周岁共憨 格 淡菜 水陆地夫劳费 魁奏书罢之 贾臣 岭南节度使崔永轰 宰相奏你代勇者庶人 上街不用 曰 情有渐进憨 格 淡菜者未水 可求其人与之 耕虚 以魁为岭南节度使 诸君讨怀兮 四年不克 会运疲弊 民智有以驴耕者 上亦病之 以问宰相 李逢吉等静言施老财劫 亦欲罢兵 陪渡独无言 上问之 对曰 臣请自往督战 以卯 上复未渡约 清真能为朕行乎 对曰 臣是不与此贼俱生 臣彼官无言计表 事实迥促 但诸将心不依 不并立 或之 故为将尔 若臣自意行淫 诸将恐臣夺其功 必征进破贼矣 上月 丙须 以度为门下侍郎 同平章是 兼章一节度使 仍冲怀兮宣位昭陶处至使 又以护部侍郎催群为中枢侍郎 同平章是 至下 夺以韩红以为都统 不欲更为昭陶 请诞称宣位处至使 仍奏行部侍郎马总为宣位副使 又恕子韩玉为张义行军司马 汉官 书记皆朝廷之选 上皆从之 度将行 言于上曰 陈若贼灭 则朝天有期 贼在 则归阙无日 尚为之流涕 八月 更 深 度赴怀兮 上与通话门送之 又神武将军张茂和 帽朝地也 常以胆略自炫于度 度表为都压芽 帽和此已及 度奏行斩之 上曰 此中顺之门 魏清元匾 新有 匾帽和永周司马 以家王傅高承俭为都压芽 承俭 重文之子也 李逢吉不欲讨菜 汉林学士林湖楚与逢吉善 度孤其和中外之士已举君士 乃请改制书数字 且言其草制诗词 人须 罢楚为中书舍人 李光言 乌仲义与怀兮战 鬼亥 败于甲殿 陪度过乡城南百草园 怀兮人已萧綦七百妖之 朕将楚丘曹华之而违背 姬雀之 杜虽此朝讨明 实行吴帅事 依眼诚为至所 假身 至眼诚 先是 诸道皆有忠实奸臣 进退不由主将 胜则先是献结 不利则灵错百端 杜西奏去之 朱将使得专君士 战多有功 九月 庚子 淮西兵寇因水镇 杀三将 焚出稿而去 书 尚为广陵王 布依张素以辩口德性 即即位 磊官至彼不圆外郎 素招权受禄于外 门下侍郎 同平章是礼逢极恶之 尚欲以素为建议大夫 逢 即曰 建议重任 必能可否朝政 实宜为之 素小人 启得窃贱贱者之位 必欲用素 请先去尘乃可 尚游是不悦 逢极又与陪度异议 上方已度以平菜 丁位 罢逢极为东川节度使 贾吟 礼肃将功无防 朱将曰 今日往亡 素曰 无兵少 不足战 宜出其不意 比以往亡不无余 正可基也 遂往 克其外城 斩首千余即 于众保子城 不敢出 素引兵还已幼之 怀西将孙献中国已消其五百追击其倍 仲经 将走 素下马俱狐床 令 曰 敢退者斩 反佩力战 献中死 怀西兵乃退 或劝肃成圣攻其子城 可拔也 素曰 非无忌也 引兵还迎 李又言与李素曰 菜之精兵皆在回取 即四境聚首 首周成者皆累老之族 可以成须直抵其成 笔贼将闻之 元祭以成秦矣 素人之 东十月 甲子 前掌书记正谢至眼成 密白陪度 度曰 兵非出其不胜 长世良土也 尚竟用张肃为建议大夫 崔群 王牙顾 不听 乃请以为权之建议大夫 许之 素由侍院执政 即当时端方之事 与皇甫伯相表礼 赠去之 裴杜帅辽左官助成于妥口 董仲智帅其出五沟 妖之 大呼而尽 助奴挺任 是将极度 李光颜与田部立战 据之 杜锦德入城 贼退 布恶其沟中归路 贼下马于沟 坠压死者千余人 欣慰 李肃命马不都于后 随周赐时使民等流阵闻成 命李佑 李忠义率突将三千为前驱 自宇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 命李进城将三千人殿其后 君出 不知所知 宿曰 但东行 行六十里 夜 至张柴村 进 杀其数族及疯子 据其山 命士族少修 石干埃 整基敌 刘毅成军五百人振之 以断朗山救兵 命丁氏梁将五百人断回区及朱道桥梁 赴业引兵出门 朱将请所知 宿曰 入菜周取无缘祭 朱将皆失色 监军枯曰 果落里又监祭 十大风雪 惊其烈 人马动死者相望 天因黑 自张柴村以东道路 皆官君所谓常行 人人自以为必死 然未肃 莫敢为 夜半 学玉慎 行七十里 至周城 进城有额压池 宿令经之以混君生 自吴绍城拒命 官 君不至菜周城下三十余年 故菜人不违背 人身 四谷 宿至城下 无亦人之者 李肃 李忠义其成为坎以先登 壮士从之 守门族方淑媚 尽杀之 而留姬拓者 使姬拓如故 遂开门纳众 即礼成 亦然 城中皆不知觉 姬名 学旨 速入居元祭外宅 获告元祭曰 官君致以 元祭上寝 孝曰 扶求为道尔 小当尽禄之 又有告者曰 呈现以 元祭曰 死必回屈子弟就无求寒依也 其 听于庭 文宿君号令曰 常事传语 应 者尽万人 元祭史句 曰 何等常事 能置于此 乃帅左右登衙城巨战 时董众志 拥经兵万余人 俱回取 速曰 元祭所望者 众志之旧儿 乃访众志家 后辅之 遣其子传道持书欲众志 众志遂丹其易速将 速前里进城攻崖城 毁其外门 得甲库 取其器械 鬼友 复公之 烧其南门 民征复心除柱之 城上始如未毛 都时 门坏 元祭于城上请罪 进城梯而下之 甲虚 速以建车送元祭一经诗 且告于陪度 逝日 申 光二周即 朱振兵二万余人相继来将 自元祭旧秦 速不录一人 凡元祭官吏 帐下 除旧之族 皆赴其职 使之不宜 然后屯于居长以待陪度 以淮南节度使李雍为门下侍郎 同平章是 吉卯 淮西行营奏获无缘祭 光路少清杨元清言于上曰 淮西大有珍宝 臣能知知 亡取必得 上曰 镇讨淮西 为人除害 珍宝非所求也 董崇志之去回屈君也 李光言持入其壁 西将其重 庚臣 陪度前马总 先入蔡州卫府 新寺 杜建张义君结 江将族 万余人入城 李肃聚驼坨奸出迎 败于陆左 杜江碧之 肃曰 蔡人完备 不时上下之分 数十年已 愿功因而示之 使之朝廷之尊 杜乃寿之 李肃还君闻成 朱江请约 使功拜于廊山而不忧 胜于无房而不取 冒大风甚雪而不止 孤君深入而不去 然足以成功 皆众人所不欲也 敢问其故 肃曰 朗山不利 则贼亲我而不违背矣 取无房 则其重奔菜 并立故守 故存之以分其兵 风雪因会 则风火不接 不知无至 孤君深入 则入皆至 死 战自被矣 夫事远者不顾近 律大者不计细 若今小胜 续小败 仙字恼矣 何侠立功呼 众皆福 素简于凤己而风于戴士 知嫌不宜 剑可能断 死其所以成功也 陪杜以菜族为衙兵 或剑曰 菜人反自者尚多 不可不备 杜孝曰 吾为张义杰度使 原恶既勤 菜人则无人也 又何以焉 菜人闻之感气 先是吾是父子祖兵 近人偶与于徒 夜不然竹 由已久时相过从者最死 度计逝世 下令为禁盗贼斗杀 余皆不问 往来者不限 昼夜 菜人使之有生民之乐 贾身 赵涵红 陪杜条列平菜将是公状及菜之将是将者 皆差地已闻 淮西州县百姓 北复二年 禁贼四周 免来年下税 官军战王者 皆为收藏 北齐嘉一两五年 其因战伤残废者 不停一粮 十一月 禀须说 尚遇兴安门受服 遂以无缘寄献妙设 斩于独柳之下 书 怀西之人劫于李希列 无少成之威虐 不能自拔 久而老者衰 幼者壮 安于悖逆 不负之有朝廷矣 自少成以来 遣诸将出兵 皆不数以 法治 听各以便宜自占 故人人得尽其才 含权义之败于殷水也 于其账中得昭贵所语问讯书 少成树 而士众约 此皆公亲属权义书 云破菜周日 其一将士妻女为碧妾 由士众皆愤怒 以死为贼用 虽居中士 其风俗广丽 过于一末 故以三周之众 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 四年人后克之 观君之公元祭也 礼师道墓人通始于菜 查其行事 衙前于后刘燕萍应目 初辩 送奸 前行至菜 元祭大喜 后礼而遣之 燕萍还致运 师道平人而问之 焰 平曰 元祭报兵数万余外 焰威如此 而日与仆妾游戏博弈于内 焰人曾无忧色 已于官之 待毙王 不久以 师道夙以怀惜为缘 闻之惊怒 寻屋以他过 杖杀之 物子 以礼夙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四绝梁国公 家寒红坚士忠 李光炎 乌仲印等各千官有差 旧志 御使二人之义 仁臣 照以患者为管义使 左普缺裴林建曰 内臣外事 直奋各书 切在赛清官之缘 绝初未知见 事有不便 避戒于出 令或有防 不必再大 尚不听 甲午 恩王连轰 辛丑 以堂 随兵马使李又为神武将军 知军事 陪杜以马总为张义流兵 鬼丑 发菜粥 上风二剑已受两手牵 使诸无缘迹就将 杜志远程 欲知 赋予俱入菜粥 良醉施行 不尽如赵旨 仍上书言之 十二月 仁虚 似陪度绝境国公 妇辱之正事 以马总为淮西节度使 书 土突成翠方贵宠用事 为淮南监君 礼雍为节度使 性刚言 与成翠互相静淡 故未常相施 成翠归 引雍为相 雍耻由宦官进 即 将左出阻 恶作 雍气下约 无老安外震 宰相非无润也 勿吟 雍至京师 死吉 不入见 不适事 百官道门 皆辞不见 耕臣 贬怀西将将董崇制为春舟私户 仲制为无缘继谋主 吕破官君 上欲杀之 礼素奏先许仲制已不死 元和十三年务虚 公元八一八年春 正月 已有朔 涉天下 书 李师道谋匿命 汉官高牧与同辽国日户 李公渡屡见之 汉官李文慧 孔木官林英素为师道所亲信 替其言于师道曰 文慧等尽 成为尚书优家世 返为高牧等所及 尚书奈何不优十二州之土地 以成牧等之功名乎 师道游是书牧等 书牧之来州 会临应入奏事 另尽奏立密身师道云 目前书款于朝廷 文慧从而构之 师道杀木 并求郭日户 凡君中劝师道孝顺者 文慧皆指为高牧之党而求之 即怀西平 师道优惧 不知所为 李公渡及牙江里应谈因其聚而说之 使纳志县的已自赎 师道从之 前使奉表 请使长子入世 并献仪 密 海三州 尚许之 以四 前左常侍礼 迅义运州宣位 上命六军修林德殿 右龙武统军张奉国 大将军李文悦以外寇出平 您善太多 白宰相 既有论剑 陪杜因奏事言之 尚怒 二月 丁卯 以奉国为红卢卿 人申 以文悦为右五位大将军 冲威远迎使 于是俊龙首持 启成灰殿 图目尽兴以 李肃奏请判官 大将以下官凡百五十元 上不悦 未陪杜约 李肃成有其功 然奏请过多 始如李圣 魂间 又何如灾 遂流中不下 李雍故辞相位 物须 以雍为户部尚书 以 御史大夫李一简为门下侍郎 同平章是 书 渤海西王岩一族 地简王明中立 改元太史 一岁族 从妇人秀丽 改元建兴 以四 前史来告丧 恒海节度使 成全自已 世袭苍井 与何硕三镇无书 内不自安 己有 前史上表 请举足入朝 许知 恒海将士乐自善 不听权去 掌书记 林韵玉以获福 权乃得出 照以运为礼部原外郎 陪杜之在怀西也 不依摆其以策干寒玉曰 无缘记记旧秦 王成宗破胆以 愿得奉承向书网说之 可不凡兵 而福 玉白度 未书遣之 成宗句 求哀于田洪正 请以二子为志 即献得 第二周 书租税 请官使 洪正为之奏请 上出不许 洪正上表相继 上众为洪正义 乃许之 下 四月 贾银朔 未博前史送成宗子之感 知信即得 第二周图印至经诗 幽州大将谈中说 刘总曰 自缘何以来 刘辟 礼奇 田济安 卢从史 无缘记 祖兵平显 自以为深耕故地 天下莫能威也 然故盼之间 身死家父 皆不自知 死非人力所能及 待天诸也 矿金天子 神圣威武 苦身交思 缩衣结石 以养战事 此至起虚于望天下灾 经国兵亲亲北来 赵人已现成十二 终身为公幽之 总气且拜约 闻先生言 无心定义 遂专意归朝廷 悟臣 内出费印二纽 四左 又三军辟战事 旧至 以宦官为六军辟战事 如芳镇之间军 吴印 及张凤国等得罪 至世史次印 得纠成军政 世任专达以 庚臣 赵席雪 王成宗及成德将士 负其官决 李师道岸若 君府大士 独予七位士 如胡为堪 杨自温 毕菩世 原是极孔木官王在生谋之 大将极木辽莫得玉焉 为是不欲其子入志 与菩世 原是言于师道曰 自先司徒以来 由此十二周 奈何无故歌而限之 经济境内之兵不下数十万 不限三周 不过以兵相加 若栗战不胜 限之未婉 师道乃大悔 欲杀李公渡 目了甲直言为其用事奴约 今大祸将至 岂非高目冤气所为 若又杀公渡 君府其危灾 乃求之 千里应谈于来州 未至 易杀之 礼逊至运州 师逆大镇兵营之 逊胜气正色 未臣 获福 则其绝语 欲白天子 师道退 与其党谋之 皆曰 必许之 阿日正凡亦表解分尔 师道书 书道乃谢曰 像以父子之思 且破于将士之情 故千言未浅 今众凡朝使 岂敢负有二三 训察师道非实诚 归 言于上曰 师道玩于反覆 恐必须用兵 继而师道表言君情 不听那志歌地 上怒 决一讨之 甲直言冒认见师道者二 于衬见者一 又化妇在剑车妻子系雷者已现 师道怒 求之 五月 秉申 以中午节度师李光言为一成节度史 某讨师道也 以淮西节度时马总为中午节度史 臣 许 阴 蔡周观察史 以申周历厄月 光周历淮南 辛丑 以知渤海国务大人秀为渤海王 以和阳都之兵马使曹华为帝州刺史 赵以和阳兵二千宋至商和 会献为平卢兵所献 华姬阙之 杀二千余人 赴其献以闻 赵家横海节度赴史 六月 鬼丑说 日有时之 丁丑 赴以乌众印领淮洲刺史 赵和阳 秋 西月 鬼魏朔 西里肃为五宁节度史 已有 下至最壮理师道 令宣武 魏伯 义成 五宁 横海兵共讨之 以宣社观察史王岁为公军史 遂 方庆之孙也 上方为陪度以用兵 门下侍郎 同平章是 李以简自卫才不及度 求出镇 心丑 以以简同平章是 冲淮南节度史 八月 仁子硕 中书侍郎 同平章是 王崖霸为兵部侍郎 吴源济济平 韩红聚 九月 自江兵姬李师道 为曹州 淮西济平 上进娇齿 护部侍郎叛渡之 黄斧伯 魏魏清 盐铁转运史成一小棋义 数尽限于以公其废 由氏有宠 薄幼后陆节 土秃成垂 贾臣 薄以本官 亦以公布侍郎并同平章是 汉史如故 至下 朝也害恶 至于是井腹犯者亦吃之 陪度 催群及臣其不可 尚不听 杜池与小人同列 表求自退 不许 杜复尚书 以为 伯 一阶前鼓励 宁巧小人 陛下一旦置之相位 中外吾不害笑 旷伯在杜汁 专以封取克语为物 凡中外扬给杜汁之人 无不思食其肉 笔者财损怀惜良料 君是怨怒 惠臣至行影小欲未免 仅无溃乱 今就将就兵夕相自清 文博入相 必尽经幽 知武 可肃知地矣 诚意虽人品庸下 人心是和平 可处凡聚 不疑为相 智如博 资性狡诈 天下共之 唯能上获胜聪 足见奸邪之极 陈若不退 天下为陈不知廉耻 陈若不言 天下为陈有赋恩宠 今退既不许 言又不听 陈如烈火烧心 众敌从体 所可惜者 怀惜荡定 河北抵宁 成宗联首削帝 含红于己讨贼 起朝廷之力能治其命灾 知以处置得宜 能扶其心儿 陈下见生平之夜 十以八九 何忍孩子堕坏 使四方解体乎 尚以度为彭党 不知省 博自知不为众所语 亦为侨缠以自顾 奏解内外官奉以驻国用 己事中催直风还赤书 及论之 乃指 直 又辅之弟子也 时内出今年增伯复度之令脉 薄熙以高价买之 以给边君 其增伯朽败 随手破裂 边君聚而焚之 度因奏事言之 薄于尚前隐其足曰 此薛义内库所出 臣以前二千买之 奸完可久服 度言不可信 尚以为人 尤世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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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知不合众心 能连锦千讯 未相悦于 不敢知印禀彼 故忠免于或 五方 使阳朝问望不系人 或以考锤 则其西前 遂转向乌尹 所系尽千人 终成萧府和奏其状 裴度 虽群义以为言 尚曰 故语轻论用兵事 死小事镇自处之 度曰 用兵事小 所忧不过山东尔 五方使暴横 孔乱年古 尚不悦 退 照朝问责之曰 以辱顾 令吴修建宰相 东 十月 四朝问死 尽世系者 尚晚结好神仙 照天下求方式 宗正清理道古先为厄月观察史 以贪报文 孔中获罪 思所以自媚于上 乃因黄斧伯见山人流密 云能何尝生药 甲虚 照密居心堂关炼药 十一月 新四朔 严州奏土拨寇何区 下周 零五奏破土拨长乐州 克其外城 柳密言于上曰 天台山神仙所聚 多灵草 沉虽之之 力不能至 承得为笔掌力 树姬可求 尚信之 丁亥 以密权之胎周赐使 仍赐福金子 见观争论奏 以为 人主喜方式 未有始之 临民负赠者 上曰 凡亦周之力而能为人主之长生 臣子亦和爱焉 尤世群臣莫敢言 甲武 严周奏土拨隐去 仁 吟 以河阳 以河阳杰度使 乌众应为 横海杰度使 丁卫 以华周赐使 灵虎楚为 河阳杰度使 众应以河阳精兵三千赴阵 河阳兵不乐趣相礼 中道溃归 又不敢入城 屯于城北 将大略 灵虎楚世至 丹其初 魏府之 与俱归 先是 田红正请自 黎阳渡河 会议成节度使 李光言讨理师道 陪渡约 魏伯君记渡河 不可复退 力须禁机 方有成功 继至华周 吉阳给渡之 徒有功享之劳 更生观望之劳 又或与李光言互相倚祖 亦至千言 与其渡河而不尽 不若仰威于河北 以且使之莫玛丽兵 似双将水落 自阳流渡河 直指运州 得至阳谷至淫 则兵士自圣 贼仲瑶心以 尚从之 世月 洪正将魏伯伯全师自阳流渡河 聚运州四十里 筑磊 贼中大镇 功德史上言 奉祥法门寺塔有佛指骨 相传三十年一开 开则岁封人安 来年应开 请迎之 十二月 更须说 尚浅中使率僧众迎之 悟臣 以春州司护董仲志为师太子瞻士 为武宁君驱使 礼肃请之也 悟吟 魏伯 一成军送所获礼师道兜 之兵马使夏侯成等四十七人 上街市福诸 各父所获行营驱使 曰 若有父母欲归者 忧给遣之 朕所诸者 师道而已 于是贼中闻之 将者相继 书 李文慧与兄元归皆在李师谷墓下 师谷轰 师道立 元归辞去 文慧属师道亲党请留 原归将行 魏文慧约 我去 身退而安全 辱留 必昼贵而受祸 及官军四邻 平如兵士日促 将士轩然 皆曰 高墓 郭日护 李存为司空中谋 李文慧兼命 沙木 求日护 存 已至此祸 师道不得 以 初闻会设登周次使 赵日护 存还幕府 上长于宰相 人臣当力为善 何乃好力彭党 朕甚恶之 裴度对约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君子 小人志趣同者 势必相合 君子为徒 未知同德 小人为徒 未知彭党 外虽相似 内时玄书 在圣主便其所为邪正耳 五宁节度 十里肃与平如兵十一战 皆解 吉卯会 进宫金香 克之 李诗道姓诺切 自观君至讨 闻小败及诗诚意 折幽继成吉 由氏左右皆必逆 不以实告 金香 眼周知 要帝 既诗之 其次时潜意其告及 左右不为通 诗道至死竟不知也 元和十四年己害 公元八一九年春 正月 新义 含红把考成 杀二千余人 丙须 诗道所属沐阳令梁栋已现将于楚州刺诗礼听 吐波遣诗者 论短立藏等来修好 未反 入寇何区 上约 七国诗信 七使何罪 更吟 遣归国 仁臣 五宁节度 十里肃拔于台 中始营 佛谷至经诗 上流尽忠三日 乃立诵诸四 王宫世民 瞻凤设诗 唯恐伏集 有结产冲 诗者 有人相必顶供养者 刑部侍郎寒玉上表切剑 以为 佛者 以敌之意法尔 自皇帝以致语 汤 文 武 皆享受考 百姓安乐 当世时 未有佛也 明帝时 时有佛法 其后乱亡相继 运作不长 宋 习 梁 陈 原位以下 是佛见景 年代犹促 为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 前后三社身为四家奴 尽为侯景所逼 饿死台诚 国义寻灭 是佛求福 乃更得祸 由此观之 佛不足信亦可知已 百姓于名 亦或难小 苟见陛下如此 皆云天子大圣 由一心尽信 百姓微贱 于佛其可更惜身命 佛本一敌之人 口不言先王之法言 身不服先王之法服 不知君臣之意 父子之恩 假如其身上在 奉国命来朝经师 陛下荣而皆知 不过宣正一见 礼宾一设 四一一喜 为而出之于境 不令或众也 况其身死已久 枯朽之谷 其一已入宫境 谷之诸侯得调于国 上令乌注先已 陶列浮处不详 今无故取朽慧之物亲世之 乌注不先 陶列不用 群臣不言其非 御使不举其罪 臣时耻之 其已此谷慧有私 投诸水火 永绝要本 断天下之仪 绝后代之祸 使天下之人之大圣人之所作为 出于寻常万万也 岂不胜灾 佛如有灵 能作祸福 凡有殃就 宜家沉身 尚得表 大怒 出世宰相 将家欲即行 陪度 虽群为言 欲虽狂 发于中肯 宽荣以开言路 鬼似 免欲为朝周刺史 自战国之事 老 庄宇如者争衡 更相是非 至汉末 亦知以佛 人好者尚寡 近 宋以来 日益凡事 自帝王至于世民 莫不遵信 下者为目罪福 高者论难 空有 独欲恶其度才获重 利牌之 其言多角积太过 为宋文畅施续罪得其要 曰 夫苗斧而酌 养而四顾 受身居而简出 巨物之为己害也 由且不免焉 弱之肉 强之时 今无与文畅安居而挟使 悠有已生死 与秦受益者 宁可不知其所自邪 秉身 田红正奏败自清兵于东阿 杀万余人 沧州次使 李宗氏与横海截度使政权不业 不受其劫志 权奏之 尚浅忠使追之 宗氏使其君中留己 表称巨乱未敢离周 赵以乌仲印代权 江丽 巨 逐宗氏 宗氏奔经诗 辛丑 斩于独柳之下 丙武 田红正奏败平卢兵于阳谷 上一章